到国父纪念馆参观台湾灯会 发现展区疑似招人放置爆裂物 防爆小组紧急赶往现场处理 除了身穿32公斤重的防爆衣 还出动机械手臂延长杆 最后顺利排除爆裂物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演练过程相当逼真 2023台湾灯会在台北 为了提供安全赏灯环境 消防局特别在主灯区 国父纪念馆演练灾害抢救 除了爆裂物处置 还包括破坏救助 高空作业车救援 火灾抢救等项目 动员超过200名疫警销人员 及19部各式救灾救护车辆参与演习 展区里面的一些灯具等等的 有可能它是个临时建筑物做出来的 它的稳固性等等 也有可能因为很多民众 上去参访的时候 会有重量过重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灯区里面的展区 可能电力因素或等等 会有燃烧的现象 这个是我们几个比较重视的 另外有鉴于韩国离泰院彩踏事件 这回也加入大量伤病患演练 包括设置前进指挥所 减伤分类等项目 就是希望防况未然 降低灾害发生几率 记者邮商亭台北采访不到 好 好 我好 好 好 好